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被攻陷 城墙被拆毁 圣殿和皇宫也都被火焚烧 不少人为了保命就趁机出逃 城中的居民有被杀的 也都有被老去的 此人正是面对各破家亡 为被老去巴比伦中的其中一人 当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自亲自爱的人 在凶恶之徒手下受苦受辱 但却我们无法和无能力 令到事情得到更好的转变的时候 心中寄愤怒又难过 那一份在身心和灵上的无奈无助 以及无望 牢牢地将整个人去笼罩住 压得人没办法透得过气 屈怨难生 更加严重的是 在苦难之中 诗人继续承受着巴比伦人 他的羞辱和喜乐 要他唱出石安之歌 试问诗人怎能够会有心情 唱出赞美欢乐家乡的歌呢 所以我们看到 诗人将这一份的愤怒和悲痛 屈结和压抑 在心底里投放到想象之中 以诗歌来发出呼求 期望不久的有一日 始终的一日 这些向诗人和以色列人 施语暴雷的巴比伦人 同样都要经历被暴虐之苦 在以眼还眼的法规律例底下 要亲尝他们别人施加的恶行 体会面对婴孩被缩在盘石上 那一份的伤痛 藉此来宣洩 心中的怨恨 苦难确实有机会将我们的信心来读击 处身在窮空极恶的境地 过日伟行公义 好联敏的主 仿佛好像偏离了我们心中的认知 他既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 的时间和地点 彰显出他的公义 有时候甚至隐藏起来 让我们无法尋得见 这个正是由于是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世界里 残暴凶恶的事 必然就会连连地发生 今天的我们又如何去面对这些处境呢? 我们所认识和信靠的主耶稣 当他准备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 他带着三个门徒去到赫西玛利园 在那里向父神来祷告 耶稣在祷告之中 承认这一个是承载着苦难的杯 要喝极之为难 但是他却并没有单单靠自己来喝下这个杯 他呼求父神将杯来到挪开 但却是愿意信服 信靠父神的旨意 在苦难当中 耶稣看到人性中的怨弱 但却全然投靠在父神的怀中 他相信天父的话语不会落空 不会失落 必然会成就 同时 他也都知道 可以向父神来到倾诉 因为父神明白他的心意 他将目光放在父神 自终成就和德性的计划之上 选择遵从天父的旨意 完成他的使命 深信生命的种子 即使落在地里死了 就必然能够结出更多的子粒来 弟兄姐妹 今天你是不是落在痛苦的处境当中 盼望你可以将开双手 让神来紧紧抓住你 打开你的心扉 向神来到倾诉 愿你细数天父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让你的目光 得以凝聚在 那个叫人得生命的十字架之上 内心等候主所应许必然要实现的计划 能够与神更紧密地结连在一起 抓住祂的话语 引领你要走的前路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求你 在我们落在困境和绝望当中 记起主耶稣 为我们所作的一切 叫你的话语成就我们的依靠 在崎嶇不平的路上 得以继续前行 求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之名而求 阿们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之名而求